那你有什麼需求 大概價錢平價 然後就是3G上網這樣 價格平價又能3G上網 這樣的客戶需求 似乎在手機店門市中 越來越常聽到 但為什麼今年的手機市場 反而是以平價為主要考量 其實主要原因 還是在於電信業者的4G涵蓋率 尚未普及所引起的化學效應 因為我想買3G的手機 然後大概價錢大概差不多普及就好 就差不多四五千塊五六千塊 不用太貴 因為現在4G感覺起來剛上市 可是感覺收據也沒有這麼好 比較熱銷的是 像現在五千塊左右的手機 那我舉例來說 像酷派的F1 它就是屬於高規格 那價錢比較便宜 4G以後涵蓋率真的變比較普及 比較不會有斷訊的情況下 他們在換機的時候 他又不會覺得到浪費 近來民眾考量手機的規格 不外乎是性價比較高的 中低階3G手機 價格通常落在五千元左右 而仔細推敲民眾心理 主要在於目前民眾對於4G 人抱持觀望態度 因此先選擇價格低 功能又不差的3G手機 等到4G普及率達到一定程度後 再換手機也不遲 雖然4G手機有在成長 3G手機的需求量還是有的 另外在3G手機上面的一個 客戶的需求上 目前還是主要以拔核心的手機 螢幕的話大概在5吋到5.5吋 那以5吋來說是比較適合 一般用戶的一個手感的 不管男女都適合 非一線的品牌來看 大概目前大概在五千塊上下的手機 其實都是差不多用戶可以接受的 各家電信業者積極搶佔 4G手機市場 由於目前尚未全面普及 4G手機還未熱賣 升班率僅成長兩成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 市場買氣產生另類化學效應 造成3G中低階手機熱度不減 反而成為民眾精打細算下的最佳選擇 記者王升星採訪報導 並且觀察前方的意見 編集成長兩成左右